我們發現 心血管疾病發生的八成是右腳比左腳長 哎呀 右腳比左腳長 你們要知道這個訊息 很多人在操堂跑步 越跑得心肌梗散的機率越大 為什麼 他右腳長啊 那我們的跑道是為左腳而設計的 為左腳而設計的 對 我們左腳這次跑道來講 我們跑的時候是這樣有沒有 左腳長對不對 可是右腳長要這樣跑耶 要搞清楚耶 所以說你越運動越糟 很多人說 哎呀 這個跑步不是很重要 我們最便宜的就是跑步嘛 對不對 有什麼比跑步更便宜的 走路嘛 所以你們要知道 你們左腳長右腳長 那很多人一聽問說 老師我也不知道我是左腳長 太簡單了嘛 來 試驗給大家看 假設我這樣站著 這邊畫一條線 畫得很直 我把我的眼睛蒙起來 不要想他走正 就很自然的走 那 對不對 那你自然會怎麼走呢 像我左腳長的人 我一直這樣走到最後是怎麼樣 一直走 為什麼 長的是走這樣 右腳把你好像圓桌一樣這樣畫過來嘛 所以說 你就畫得很長 你就眼睛閉著 不要想考慮這樣走 你就很正常的走 其實你就知道你左腳長的用 那如果你直接落下 我這樣也沒有那個怎麼弄 太簡單了嘛 你洗澡的時候啊 拿一個眼睛筆 或者拿一個那個記憶筆 去在你的髖溫節靠住的地方 好 然後在這一點畫一下 你怎麼會畫一下 你是不是彈彈腳做出來 那更準 對 那萬一你畫起來差不多 你安心了 我們針對的是差距很大的 你懂我意思吧 差距那麼大的 那你畫起來差不多 你安心了 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不要亂運動 走錯了反而對你有害 真的是有害 有空我們可以來分享這方面的一個知識 不一樣的知識 這是我們給大家一個訊息 這個 腳跟頭 剛才腳跟頭 大家可以照 這比較大張的 就在這個地方 腳跟頭就在這裡 其實 這就是肥腸氣象 肥腸氣內 竟然是腳跟頭的源頭 這位大哥 我怕他弄不動一次他可以好三天 第三天就開始 各開始痛了 你看一次能夠好三天 太棒了 位子沒有每天弄 這腳跟頭 腳踝痛 腳踝痛 按哪裡咧 按哪裡咧 有沒有 剛剛講的這裡 有沒有 這剛剛講過了 所以我不重複 不重複 五五穴 它叫做五五穴 這腳踝痛 這就是開關點喔 我們酸痛的開關點喔 肩膀斷動 哎呀 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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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人了 來 我們來做一個測試 來跟大家講喔 這是做治療對策 治療對策 這邊肩膀斷痛 用這一手 來 來 可以 右邊 右邊齁 右邊就用這一手 對不對 大家看喔 這邊不是有個骨頭 這邊有一個點 中間這個點 這骨頭的中間點 你就這樣壓著 壓的時候這邊靠住 這邊壓著 壓到這裡 舒服吧 你給它壓三十六下 你這邊就開始鬆了 當然你力道不夠 你要壓多一點 這就是什麼 我們很有名的三間線 我們也可以這樣壓住 壓住 動這裡就好 可以動 喔 就這樣就好了 不會進 對 喔 三間線 有沒有比較舒服 有沒有比較舒服 開關點 開關點就那麼重要 喔 喔 再鬥一個啊 因為有好多個講不完 五十間 五十間 五十間另外一個 五十間另外一個 五十間另外一個穴道 肩膀專動是這裡 肩膀專動是這裡 不是五十間 肩膀專動 肩膀專動 腦枕是這裡住的問題 啊 其實一個點 一個點 哈 來 啊 因為叫自己人啊 給他叫一個動 哈哈 腦枕 腦枕我就不動他這裡 啊 但是他也是對策 他刚好受伤这里 刚好受伤过 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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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这里 第二节这里 绕枕 旁边 大家看 绕枕线 他的本名叫失枕线 绕枕就是失枕 失去的枝 枕头的枕 失去枕头 叫做失枕线 知道人马上 就松了 这就是开关 什么叫开关 旁边 不是站在他这边摸 当然这边也是有效 我们远距离疗法 远距离疗法 很长的距离就能够解决 这里啊 这里啊 我们这样 大家看 我要压他这边 我一定是这边靠住 这边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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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压 不是不是在这里 他刚好在 脚脚了 出门了啦 出门了啦 我你的中心啊 懂吗 当下历劫啊 这是当下历劫 所以我们叫做开关点 哎呀 来 紧不紧啊 紧很紧啊 我们压 来一点 来看一下 这很有效 这是传统缺啊 我们有计划叫什么 头像巡猎缺 不是你这样量哦 这是中医教你的 是错误的哦 不是这样量哦 中医啊 都乱教人啊 手这样笨到这一点啊 那是误人子弟四个字 不是这样讲的哦 穴道不会像想象中 我指头就碰到 不是 所有的网络都写就这样子 那是错误了 误人子弟哦 不应该是这样 怎么找呢 哦 这个点呢 没有几个人会 第一次就找到 包括做什么意思 为什么 你要去体验才会知道 我们知道 我们所有的穴道 都藏在骨缝里面 绝对不是表皮的 都在骨缝里面 你们要有这个概念 不然他会浮动的 哦 他说我比他多 比他看不到清楚 过来好了 抱歉啊 没关系 我们很熟啦 加上班地点在我家隔壁 这边有个骨头 大家摸摸看 骨头 有没有 这边有骨头 他刚好藏在骨头 凹点下 所以呢 你要找这里 在这一点 被跑哦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 这一点 这一点 有没有 很酸 骨头的 凹槽 凹槽里面 对 骨头这样嘛 对不对 他刚好 所以我们抓住了以后 怎么弄 动这里就好了 哦 你不要这样啊 这样会跑掉 压进去 压进去 自己压到铁就对了 对不对 我们就这样 诸如罢 诸如罢 你自己抓是这样子吗 诶不是 这样这样弄 自己压 哦 自己压就需要人家帮你弄 自己也可以压 自己压到这个点 哦 这个点 哦 这个点 你们要凹下这个点 要开始动 哦 自己抓是这样的 它是这样不出来 哦 骨头在这里 这个点 哦 哦 骨头在这里 有没有看到 刚好骨头边边这里 对 骨头啊 你能吃这个吗 有感觉吗 老师这样子也这样做也可以 可以啊可以啊 你们可以自己找方式动啊 在哪边 大家这一边 肩膀一直在一起 有没有 你今天这样不错 上我的课啊 都要做前两排啦 坐到后面 我跑不过去啦 因为这太短了啦 好不好 我长得不一样 这里有没有 这里有没有 这一招 怎么样 这一招 你以后 没有 没有 OK 有感觉吗 越缺 没感觉 第一个没感觉 来 这边 这边 那这边怎么办 高荒 高荒 哎呀 高荒太多人了 高荒是在这里面啊 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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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荒 高荒要哪里 高荒就是这边动 人家说那个尖匣内侧员 这个尖匣内侧员在里面痛啊 病入高荒就是这个意思 那高荒呢我们有一个穴道 这个穴道很好找 但是没有人教你你就找不找 这个我之前高荒我自己一穴搞定 好一穴搞定 其实这每个穴道我都得过啦 这个病我都得过 我自己自己 自己验证可以可以传承嘛 好来 来 看哦 在懂得高荒之前要懂得什么 这两个古风交界处 我们叫灵骨 灵骨不是河骨 没有河骨这个字 河骨在上面不是这里 这个叫灵骨 哦 这个 本来啊 我们老祖先啊 河骨说河骨是这里 不知道哪个中医啊 千万把他往上移啊 那么日本人很聪明啊 他发现这个效果比他还好 那日本人很聪明 用他的名字 比如叫 他叫流离泽 流离泽 河骨 其实就是灵骨 他说你们中国人太笨了 自己发明了 老祖先跟你讲 河骨 河骨就是在底下嘛 怎么可能在半山腰呢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凹下两个的凹接点 顶的地方 顶的接点 然后 这边也给他弄住 两个刚好是 等 等距啦 大家知道吗 这个找到了 看看这高度差不多 这一点有没有 有没有 大家看哦 我找到他 然后这两个是等距 因为 这个是等级 对